李松表示 日本罔顾周边国家反对和国际社会关切 已擅自向海洋排放超过2.3万吨核污染水 又于上周启动第四批排海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造成的外溢影响前所未有 远远超出日本领土或管辖范围 绝非日方可善专的事物 日方排海对国际核安全体系构成严重冲击 日方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其背书 对机构公信力造成严重伤害 李松指出 中国的立场一贯明确 坚决反对日方排海 强烈敦促日本停止排海 针对日方执意推进排海活动 中方本着对海洋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率先主张对日本实施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 正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利益攸关方 坚决主张和持续努力下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形成了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国际监测安排 中方支持并积极参与秘书处在福岛开展监测工作 同时与日方保持沟通 李松说 中方本着科学和负责任的态度 对日方排海正当性 安全性 生物负极等潜在危害性 日方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现行监测安排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东京电力公司长期失信管理混乱 监管不利等问题 使日方所谓排海安全可靠的说法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近期 能登地震对核电站的影响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工作人员遭核污染水建设 福岛净化装置核污染水大量泄漏等问题 进一步印证了中方和国际社会的严重担忧 充分说明 强化对日国际监督监测势在必行 李松强调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既是科学问题 也是态度问题 中方敦促日方严肃对待国内外关切 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重要关切方实质参与 真正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督安排 切实解决周边邻国的正当关切 妥善处置福岛核污染水 防止日方行径 遗害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中方愿与各方继续加强沟通合作 支持并积极参与对日监测 不断强化对日国际监督 还给各国人民干净安全的海洋